介紹著新居的林先生 說著未來的想像藍圖 他最近才剛買下這棟 位在大安區的四十多年老公寓 準備要大翻修 接下來就看到主臥的部分 可以放雙人床 然後再放衣櫃 然後甚至跟別的旁邊的次臥 去打通起來變成更衣室 雖然房子年紀大了一點 不過室內面積有二十多坪 三房兩廳的格局 採光和通風都很不錯 是下手的主要原因 當初也曾考慮過新城屋 但最後打消了這個念頭 因為一個預算的考量 因為新城屋部分 附近有看過目前的行情 開價應該都至少在 九十到一百之間 考慮中古屋的好處是 土地池分比較大 然後加上這種成交金額 也會比較低一些 其實像林先生這樣的購物 不足還不少 主要是因為台北市的房價 所得比高達十五點七八倍 意思是要不吃不喝 近十六年才買得起房 買房子的時候 有各種不同的考量 包含了像是預算 或者是生活機能 以及交通等等 根據石家登陸所做的調查 2020年台北市買房子的人 大多數都選擇中古 尤其是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佔比就來到了百分之四十六 等於每兩戶裡面 就有一戶是三十年的老房 而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房子 佔比也佔了百分之十 但是一出了台北市 情況就大不相同 我們現在來到桃園清浦 可以看到這一處興建案 採光非常好 同時也非常通風 像是這邊的購屋民眾 有近五成都是買十年以內的新屋 其中三成更是興建案 桃園清浦是近來發展最快速的寵畫區 在高鐵和積結的加持下話題不斷 桃園房價比起雙北相對親民 在台北市住了四十多年的 室內設計師游先生 也成了逃離台北的拖北者 像我以前住台北市南區 雖然是一個很市中心的區域 但是是舊公寓 那這個環境其實很難去改變 來到清浦之後 選中這棟有飯店式管理的 全新電梯大樓 室內面積三十多坪 結合自己室內設計的專業 打造出最適合家人居住的美宅 鞋櫃的收納可以有 更多的空間可以存放 客餐廳我希望這個空間 看起來是寬古廣的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 整個空間很通透 除了居住空間變大了 他還看中清浦未來的發展趨勢 清浦現在只是起漲的前半而已 它有很多議題還尚未發酵 除了環境舒適之外 我就是有投資的考量 也所以選擇到清浦來 其實近來因為房市過熱 為了打擊炒房 政府也推出房地合一稅2.0 將在7月1號準備上路 薪資上路之前有尾塑炒的時候 這時候消費者溢價空間 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想要買房子 不妨趁著新製上路之前 趕快去多看看房子 這個時候說不定會有 甜蜜的一個價格 房市專家建議 如果要趕在新製上路前 減便宜 除了勤看屋 溢價空間可以下抓5% 加大成交機會 小力新聞 鎂城湖旅裴君 桃園台北採訪報導